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的骑蛇绝山引说法华经 十方世界数不清的菩萨、阿罗汉、天龙八部、人非人等都来听法 当时参加法会有十多万众 法华经共二十八品 本《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法华经第二十五品 这时吴敬义菩萨从座位上站起来 双手合十向释迦牟尼佛顶礼 问道 世尊 观世音菩萨因为什么因缘而称为观世音呢? 释迦牟尼佛告诉吴敬义说 善男子如果有数之不尽那么多的众生 他们正遭受到种种苦恼 在听说过观世音菩萨之后 只要他们一心称念菩萨的名号 那么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会立即观察到他们的音声 让他们都得到解脱 吴敬义菩萨 这位众菩萨当中的大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 他的威德神力就是如此巨大 假如有众生过度沉迷于淫欲 只要常常念诵并恭敬观世音菩萨 就会自然脱离淫欲 啊 他真是漂亮啊 那么观世音菩萨 如有众生常生怒恨 只要经常念诵并恭敬观世音菩萨 别能消除怒恨 你真是欺人太深 看我不好好收拾你 哼 哼 那么观世音菩萨 对不起 之前我不该对你那么怨恨 今天我向你请罪来了 如有众生十分愚痴 只要经常念诵观世音菩萨 就会自然脱离愚痴 诱若饱了 无言面对父老乡亲哪 那抹观世音菩萨 状元回府 无尽忆菩萨呀 观世音菩萨有如此种种大威德神力 能使一切众生得到好处 因此 终生平常在内心前程的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如果有妇女想求生男孩 只要前程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 她就会生下一个既有福德又有智慧的男孩 这药吃了那么多 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啊 唉 再吃一幅看看吧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孩子吧 太好了 我们终于有孩子了 假如她想求生女孩 那么她便会生下一个相貌关正的女孩 而且这个女孩在前世就种下了上根 因此众人都很喜爱并尊敬她 爸爸等到我 我和您一起去玩 妈妈您辛苦了 我给您吹吹呗 不敬意菩萨 观世音菩萨有如此神奇的威力 假使众生能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 她的福报绝不会落空 那我观世音菩萨 众生都应该受财 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 那我观世音菩萨 不敬意菩萨 如果有人能信奉护持六十二亿 藤和杀数量那么多的菩萨名号 而且能终生供养饮食衣服墨具衣药 在你看来这样的善男子善女子 他们的功德多不多呢 非常多呀 世尊 假使有人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 甚至做短时间的礼拜和供应 那么她所获得的福报 与前面所说的善男子善女子 所获得的福报完全相等 而且毫无差异 在百千万亿节那么长的时间里 也不能穷尽他们的福报 不敬意菩萨啊 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就能得到如此无量无边的福德利益